今天我带大家来逛一下美国大型平民超市沃尔玛 来看看美国底层的老百姓都喜欢吃什么呢 他说我来美国已经有七年了 跟我来美国的第一年相比 我觉得美国有一些菜价呢已经翻倍上涨了 下面就跟着我的镜头去看一看吧 看看普通的老百姓随随便便在超市买点东西要花多少钱呢 话说美国的青菜我觉得还是挺贵的 看一下这个黄瓜吧 这个黄瓜是六毛二一根 大概就换上成人民币就四块钱一根黄瓜 我们一家四口呢一般一餐要吃两根 再看一下这个绿色的青椒要七毛钱一个 西红柿现在是两美元一磅 我记得我刚来美国那一年啊 西红柿才九毛九一磅 整整是涨了一倍啊 再过来看一下水果 这个草莓一磅的是两块九毛七 两磅的是五块八毛四 我说的所有价格都是美元 现在美元的汇率大概是一比六点三 一磅大概是九两 大家会划算的自己算一下吧 我记得我刚来美国那一年啊 草莓才九毛九一磅 现在啊是再也找不到那个价格了 再来看一下青菜吧 这个白菜是一块两毛四一磅 我记得我刚来美国那一年 这个白菜好像就四毛钱五毛钱一磅吧 现在都涨到一块钱了 美国卖的最便宜的菜要属于包菜了 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那一年 包菜是三毛九一磅 现在要卖六毛八一磅了 现在西兰花都要卖到一块六一磅了 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 西兰花才九毛九八毛九那个样子 这让我接受不了的就是美国现在青葱的价格 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才三毛九两毛九一把 现在都要卖到七毛八一把了 这一把也就六七颗吧 我老公还总抱怨我说我做菜啊 葱放的太少了 不是我不舍得放 是这个葱实在是贵的让我有点接受不了 我也试过自己种葱 试过很多方法都失败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呢 也可以给我留言 我再试一试 美国的超市呢水果种类比较少 不像在我们中国呀 有什么榴莲啊火龙果啊之类的 但是美国超市里最常见的就是苹果层子 这个苹果现在是一块四毛七一磅 橙子是八毛八一磅 这个价格还是能接受的 觉得在美国啊 最受老百姓或者是底层人们欢迎的一种食物啊 就是这个冰箱的冷冻食品 意味平常大家上班都比较忙嘛 这个东西在微波炉里转一下就可以吃了 看一下这个八个汉堡 十美金一盒 我也会经常买给我老公当早餐 特别的省事 有这些传统的老美食物 蛋啊土豆啊什么的 都有卖现成的 在美国你不会做饭也饿不死 这些冰箱的食品啊 基本上你用烤箱烤一下 微波炉 赚两分钟就能吃了 这种冷冻食品 不知道它营养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味道还挺好的 就像这种烤面包吧 大概是三美元一盒 一盒有八个 大概就个烤箱烤个五分钟就好了 很香 而且还有不同的口味 还有卖这种派的 还有一些蛋糕的 这些都有卖冷冻的 回家基本上打开画一下就可以吃了 这些冷冻的食品呢 不但是有一些老美餐 还有一些墨西哥餐 甚至是还有中餐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传统的 美式中餐橙子鸡 是五块三毛八美元这么一盒 一盒差不多就够一家人吃了吧 还有卖炒饭的 所以在美国呀 不管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 你不会做饭根本就饿不死 这个一盒炒饭是五块钱一盒 在下面呢 还有卖这种冻饺子的 这种基本上拿锅里煎一下就可以了 是九美元这么一袋 也是够一家人吃一顿了的 今天是沃尔玛的补货日 看这个货架呢 都很多都空了 这些沃尔玛的工作人员呢 在不停的补货 像这种普通的沃尔玛像收银啦 像这种礼货员啦 他们的工资大概在我们这里 现在是12美元一个小时 我记得我七年前过来工资应该是10美元一个小时 我不明白为什么现在物价涨了一倍 这个工资却不见怎么涨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肉的价格吧 这边全都是卖肉的 像这种切好的牛排肉就比较贵 像这种是11美元一磅 像旁边的这种切好的大块肉就相对而言比较便宜 差不多是5美元一磅 美国牛肉的不同部位呢 它的价格相差还挺大的 美国啊什么东西都有卖现成的 都有切好的 包括这些肉也是 甚至呢有一些都有腌制好的 价格呢也不是很贵 像这种腌制好的牛肉呢 基本上你放在烤箱里烤一下就可以了 大概就是10美元一磅吧 全都是卖猪肉的 猪肉大概现在是4美元到5美元一磅吧 像美国呢很少吃那种新鲜的猪肉 像我们家呢一般都是一下买一个星期两个星期 然后放在冰箱里冻着慢慢的吃 因为我们家离超市还挺远的呢 开车要将近20分钟 天天跑实在是跑不起 这种鸡胸肉现在差不多卖3美元一磅吧 我们家不是很喜欢吃鸡肉 其实最便宜的呢是这种鸡腿鸡翅 大概卖2美元一磅 记得以前在国内过年的时候啊 我们家必不可少的就是买这种坚果吃 看一下这个美国的坚果怎么卖吧 这个一盒大概是270克 卖差不多是5美元这么一小盒吧 旁边这个开心果卖的是7美元这么一袋 大概是450克 看一下这个腰果吧 这个腰果大概是280克 卖5.48美元这么一盒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坚果的价格贵不贵呢 再看一下鸡蛋吧 像这个美国的鸡蛋呢也是有贵有便宜的 像这种白色的鸡蛋 这个一盒60个才7美元左右 像那种有鸡蛋就相对而言比较贵一些了 像是这种有鸡蛋是5美元12个 我觉得差距还是挺大的 买的差不多了 看看我就买了一点水果呀 还有一些零食啊 冰淇淋啊之类的 这一些大概要花50美元左右吧 大家觉得现在的这个美国物价怎么样呢 这个就是美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你们去超市随随便便买点东西 需要花多少钱呢